马来西亚读大教育中心环球教育资讯台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 在这里资讯台跟同学跟我沟通 了解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课程 学校的特色还有留学生的管理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 就是今天参与我们对谈的是朱熹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朱熹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到底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环境 学校的规模等等 好 请朱熹老师 首先就是非常欢迎对我们学校有报考 意向家长和学生来观看这个视频 我们今年2022年也愿向全球招收我们的学历留学生 首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地理位置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苏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就坐落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 苏州是一个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 它位于江苏省的东南部 东陵上海 南接浙江 离上海真的是非常近坐高铁的话 大概就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开车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俗话说上有天堂 下有苏航 可能我们的华人都有听过这句话 苏州自古以来呢 就是一个经济发达 交通便利 四季分明 气候一亿人的城市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作为马来西亚学生的留学目标地 在苏州城市建设现代化的同时呢 它不仅有快速建设的这个现代化的街区 也保存了很多这种传统的街区 我觉得给留学生也带来很好的一种文化的体验 然后苏州的现代设计和传统工艺 也都有很高的成就 首先中间这个地点就是我们的苏州博物馆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际建筑大师 被玉民为他的家乡苏州特别设计的 很好的结合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建筑风格 然后像左边和右边的两张图 也是我们苏州非常有名的传统工艺 玉雕啊和双面秀 如果留学生来到了我们苏州都可以对这方面的东西 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带大家去这种工作室参观等等 下面说到关于我们学校的这个位置 我们学校是我们国家成立的第一所艺术设计类的高等职业院校 目前呢它的位置是在我们国际教育园的南区 是我们学校是1958年创办的 它的前身是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 学校里面的建筑风格呢就是白墙灰瓦 环境非常的优美 我们的在校学生呢是有5400多人 教师约450人 有7个专业院系 25个专业 54个小方向 包括手工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 环境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学院 服装学院 数字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学院 我们打造了这种多科相容 传统工艺美术和现代艺术设计并重的一个专业格局 基本上可以说涵盖了所有艺术设计方面的所有专业 可能大家听我们这个学校的人数的规模和中国有一些高职院校还是有差别 因为我们有5000多人 在海外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学校 但是中国有很多学校它可能有达到上万人的规模 但是我们学校是专门的公益美术类的院校 所以那种一万多人的基本上都是综合类的院校 在公益美术类或者是专科类的院校里来说 我们学校的规模已经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特别要介绍一下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国际交流的历史 我们学校的国际交流从上个年上个世纪90年代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和很多国家有这样的合作交流的经验 我们和法国荷兰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等12个国家的30多家单位 都签署了合作交流的协议 我们在疫情之前每年培养长短期留学生达到200人左右 就是我们学校可以说外国的学生是人来人往的 但是学历生我们是从17年才开始做的 之前都是一些短期交流的学生 以欧美的学生为主 然后马来西亚的学生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招收的第一届 接下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一个视频 可以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学校各个专业的这么一个氛围 字幕志愿者 官方 cerca Code Code 变 закон和对头 对爱每天ügen小言 主尤其谈 再 petits 主尾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也知道这个学校的规模 有五千多个学生 那么我们想知道 这个学校它办的那个课程里面 在哪一个是算比较特色的 就是相对来讲 学生相对比较选修的 有哪一些课程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这个艺术课程 是有好几个学院 大概有七个学院 对 我们有七个学院 在这些学院里面 相对来讲哪一个学院 相对比较受到学生的 这个报度的比较多 好 那我就挑选三个 比较有特色的专业 给各位家长和老师 学生介绍一下 这三个专业 我们选的三个专业是 视觉传达 数字传媒和书画专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视觉传达的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是我们学校 有三十多年历史的 双簧设计专业发展来的 然后呢 在2021高职专业竞争力 排行榜当中 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 是名列全国高职院校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第一名 现在这个专业 我们设有四个专业的工作室 是品牌视觉管理 品牌视觉设计应用 平面设计和视觉呈现 我们这个专业可以 就是用传统的那种理解来想 可能就是类似平面设计 但是它现在它涵盖的范围更广 就是发展为视觉传达设计 然后我们的毕业生呢 可以在互联网 传媒行业的平面视觉 新媒体职业群中 能够可以从事平面设计 包装 印刷 网络 品牌形象 新媒体的设计和制作等等的工作 也是我们学校非常强势的专业 然后呢第二个是一个叫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专业 这个专业开设的时间是2004年 是我们江苏省第一批 开设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高纸院校 数字媒体艺术是比较新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它是伴随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出现的 是数字化时代的产物 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我想大家现在已经都离不开它们 这也让这个数字媒体艺术进入到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现在也非常的热门 然后这个专业我们也有四个工作室 分别是数字视频工作室 信息交互设计工作室 互动设计工作室和虚拟现实设计工作室 我们主要培养的能力有 影视特效创作 新媒体节目设计与制作 网络视频制作 互联网产品开发 网络平台设计与运营 交互媒体设计制作 视频广告 实验影像 VR的内容设计制作等等 可以通俗的来讲 就是我们可以制作视频 可以制作网页 可以制作APP 也可以制作VR虚拟的那些内容 学生可以在这种传媒和文化产业的相关领域 从事影视艺术 网络艺术 交互媒体的策划 创作 传播 管理和运营 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 目前我们有马来西亚的学生 正在我们学校学习这两个专业 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反馈 然后还有一个专业 叫做书画艺术 也是我们学校比较传统的专业 大家可以 就是显而易见 或者说是 都能够明白 书画专业可能是所有艺术设计行业的一个基础 也是我们学校历史悠久的一个传统专业 这个专业呢 我们学校开设了两个方向 是中国画和油画 中国画就包括传统的山水啊 人物啊 花鸟 还包括书画的装表和修复 然后在这个专业呢 不仅能够学习书画专业知识 也能够实现学生的一个艺术梦想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学院的书画专业也培养了很多书画名人大家 在江苏省乃至全国美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本专业的学生呢 适合在美术馆 纪念馆 书画院 画廊 博物馆 学校 拍卖行 或者古玩鉴定行 艺术教育机构等等地方就业 请朱老师跟我们谈谈一下 对于这个学校里面 一般上他们的这个留学 海外的留学生的政策 是有哪一些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吗 关于海外留学生的政策 我想基本的政策 我们其他的学校可能都做到了一些 但是我们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完备的新生的服务 就是接待新生 我们是可以说是保姆师的接待和服务 我们从接机开始 一旦被录取之后 可以提前买好机票之后 可以提前联系到我们这边的老师 给出航班号之后 我们就会安排专门的老师和车辆去接送 去把他们从机场接过来 一般就是来苏州都会从上海入境 因为上海有两个国际机场 一般学生就会抵达上海的机场 然后老师会直接从那边把他接到学校来 不需要学生自己再去从公共交通 就是拎着很重的行李这样走 然后到学校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入住我们的留学生公寓 我们是可以保证所有的留学生 都可以住在学校的留学生公寓 不需要学生再去外面单独自己租住一些房子 非常的就可能比较麻烦 对于新来刚刚来中国的学生来说 然后包括后面的注册入学 和入境体检 以及办理去公安局 办理这个拘留签证等等 所有的手续 我们都会有老师陪同学生 一起前往 不会让学生单独去 自己去摸索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新生和注册的这个 新生抵达和注册的服务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所有留学生的专业课程 全部是插到中国学生的班里一起上学的 就他们的专业课是和中国学生一起接受上课的 这样比较便于他们接受到怎么说一个同质化的管理和这个达到一个普遍的要求 来学习我们的专业知识 也非常的适合他们融入中国的这个学习环境 然后我们国际教育学院这边会给留学生单独开设一些文化课程 和丰富的体验活动 也帮助留学生迅速的融入这个校园生活 我们的文化体验活动会有一些workshop 就是可能是画一些国画线面 还有过年的时候会带同学们一起写春联 写书法 然后呢还可以在过年的时候会给人包饺子 端午节的时候带他们包粽子 然后包括也会带他们去体验苏州比较有特色的木课年画的工作室的这个印制等等 也会带学生出去参观展览看艺术展 然后这边是我们可以去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看展览 苏州有很多园林 我们也会带学生去参观包括上海的一些展览 都是我们组织的一些体验活动 奖学金的部分呢 就是全额奖学金是包含了所有的学费和住宿费的 我们也非常欢迎品学兼优的马来西亚学生报考我们学校 目前就是在我们学校就读的马来西亚学生 全部都是获得了这个全额奖学金的 就是全部包含了他的水费和住宿费的这样 好谢谢朱老师 我相信朱老师刚才解释很清楚 就是留学的政策是非常欢迎海外学生到这个苏州公益美院念书的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配套来照顾这个留学生 所以到了这个苏州也不用太担心 虽然是刚刚去人地申诉 学校会无谓不至的给你照顾 对我们还会组织一个中国学生的团队跟他们对接 包括之前的学生过来 他们办电话卡等等这些细小的事情 可能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 就是由中国学生带他们去 就这样子 就是保证他们可以解决落地之后的所有问题 是的 好的 所以这个同学们如果是到这个苏州公益美院 可以 家长也可以很放心 因为学校都会很照顾到同学们的这个意识住行 我们留学生我们现在目前是采用作品集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们把曾经的作品提交过来 然后我们会审核进行自由录取 但是如果你曾经的这个艺术设计的能力不是特别的强的话 我觉得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现在很多专业它是和这个电脑相关的 很多东西我们还是可以用后来的这个技术去弥补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报考像比较传统的书画专业这种 我还是建议有一些就是曾经小时候或者是在报考我们学校之前有一定的美术设计的这个学习的经验的学生去报考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像数字媒体艺术 当然有这个基础是更好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案例 他们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会画画 但是最后毕业的时候也能做出非常好的视频啊 或者是动画这样的作品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你想要报考 我就是可能也提一下关于这个经济方面 如果你想要报考这个视觉传达或者是数字媒体艺术这种偏 计算机跟计算机比较相关的专业 就是肯定是需要一个电脑 起码就是要购买电脑的这个经费的支持 可能有一些专业啊 比如说你在这个数字媒体 如果选择了这个视频拍摄等等的这个小方向 可能还需要购买相机 或者是比如说手绘版等等这些配套的学习的东西 所以就是这方面可能需要学生报考时要有一些考量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都会 人口也非常的多 在一个包括说高所的一个城市 它的消费也自然很高 那么在苏州来讲 一般上一个学生在那边的这个费用啊 比如说到了那边 马来西亚一个学生到那边 他大概需要有什么准备的 在经济方面要准备多少的费用 才在那边可以说够应付这个生活所需 我想就是如果正常在校园里面生活的话 刚刚说到住宿嘛 啊 理发店 眼镜店 水果店还有ATM 银行的ATM包括快递中心这些基本的配设置 我们都有配备 然后食堂我觉得你基本上早餐10块钱 午餐晚餐15到20块钱肯定是很撑了 就是肯定能吃饱 大概差不多一天涵盖水果酸奶这些 我觉得50块钱吃饭一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就是这个你也明白 就是现在有些学生可能家里条件比较好 他会去校外去消费比较高档的这些场所 这种当然就是如果想要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就是苏州还是有很多可以享乐的地方 但是如果只是想要满足基本的一个营养啊 和健康的这么一个生活的话 我觉得一天50块钱的这个餐食费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包括我们学校也有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 里面的价位都是很很很适中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也有马来西亚的学生 我们也有时候会跟马来西亚学生交流一下 就是马来西亚的消费情况 然后他跟我们说到马来西亚有一些饮料啊 或者是奶茶什么的 我看我们对比了一下价位 其实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在中国生活的话 不会比他们在马来西亚就是生活消费更高 刚刚也提到上海苏州是相对中国 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地区嘛 但是我想在这样的城市外来人口也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的消费可以说它是 这个区间是很广的 就是你可以用最少的钱去满足自己的温饱 因为这里的物资非常的充沛 包括中国的网购也是非常的方便 学校里我们就有快递中心 就是学生每天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网上购买的 其实就是真的 想用很便宜很节省的生活的话 是非常容易 包括我们有时候学生有些上课材料啊什么的 都会从网上购买 都会很便宜 然后如果想要去上海参观啊学习啊 就是假日的时候去那边看看展览 就是比如说去看一些名声古迹等等 那个路费也非常便宜 高铁就是二三十块钱 人民币就可以过去了 然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就到了 然后我们学校门口就有公交车站台 然后不远的地方也有地铁站 所以就是交通方面也不用担心 就是很花费钱 就是我觉得学校这方面还是配套都是很方便 另外我们学校还有就是 医务史美术馆和图书馆 美术馆也不定期的会有一些展览 就是在学校里面其实也能够有一些阅历吧 然后图书馆的艺术类的书籍也是非常的库存非常的多 包括医务室简单的疾病的一个诊断和药品的购买 也都是可以完全在校园里面完成这一切 我是留学生 他们如果到了中国 比如他们假期啊 他们没有回马来西亚 他们想在那边说勤工简学 工读啊 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在在苏州 在苏州我想大家可能海外华人或者是留学生的这个群体 都会非常关注 因为去年2001年2021年底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 就是高端学校国际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发的第一版比较详细的 专门针对国际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这么一个规范性的文件 但是这个规范性文件老实说 现在各省市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 就是这个政策其实还没有落地 因为目前中国留学签证还没有开放嘛 就是学生还没有进来 就如果一旦开放之后 我们学校一定会立刻就是在和苏州市出入境 取得联系 在他们的指导下 为这个学生提供这种相应的指导和服务 另外像马来西亚的学生 因为他们的中文比较好 我觉得如果他们来到中国之后 也不仅限于在我们国际教育学院 从事一个校内的勤工减学 他们有这个意愿 我们也可以推荐他们去学校的 比如说图书馆啊 美术馆等等 帮忙布展啊 收拾书籍啊 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语言的障碍嘛 所以跟其他部门的老师 可能也可以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和对接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学生有这样的意愿 我们一定会大力支持学生去 从事这个勤工助学的活动 大众文凭说他们如果想钻身本 一般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们也帮学生联系过和推荐过很多学校 我们之前毕业的留学生 也被南京艺术学院 还有南京林业大学 长州工学院等等学校就是认可 然后呢有部分学生就选择继续升学 钻身本 然后在这些学校 继续攻读他们的本科 我觉得就是学生也不用担心 因为可能我们的没有说一个直接对接的项目 但是当初省的这些学校可以说都跟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关系 也都是属于我们的隐性资源吧 就是如果学生对于某个学校有特别的向往 我们也可以帮忙联系 如果他没有我们也可以直接推荐给其他 把他的那个成绩和就是和他的一些资料 推给我们兄弟院校让他们去挑选 让他们去报名啊或者是参与面试什么 因为去年我们还专门为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邀请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过来 做了一个专门的面试 就是可以让南京艺术学院的 国际学院的老师直接到我们苏州来 到我们学校里和留学生面对面 做了一个沟通 我觉得这一切就是也是我们为 我们的毕业生专身本做的一个努力吧 就是如果学生有继续在 在我们学校毕业之后 在中国有继续学习的愿望的话 千万不用担心 我们会帮学生做好这个对接和推荐的工作 然后这些学生可以说虽然在线上上课 但是比在身在中国的学生都要努力 然后上学期的期末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学院的老师 也把他们的期末作业发给我们看 然后我们也觉得非常欣慰 因为距离他们申请学校时候 教的那个作品级 我觉得一个学期的学期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和飞跃 就是非常专业的作业 我觉得比很多中国学生可能完成的都要好 然后我这在其实现在是网课期间的学习 我觉得这几位学生也非常不容易保持 这样一个积极的学习态度 这样高质量的完成我们的考核作业 然后使课和老师保持联系 就是推进他们的课程的进度 我觉得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学生是非常满意的 当然我们也不断的去就是和马来西亚的学生沟通 看看他对我们学校有没有什么的诉求 或者说可以改进的 他们目前也都是觉得 就是学习的非常愉快吧 就是和中国学生虽然在线上 也能很好的沟通和融入 他们都是插在中国学生班里 然后有中国学生的班长一起统一 就是会跟他们联系一些班级的事物什么的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学习经历 应该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愉快的 虽然我们是一个大专院校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中国教育体制是大专本科 然后是硕士博士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实力 其实不输任何一个本科学校 我们学校本来目前也在积极的升本 然后我们学校每一年的录取分数线 都是高过本科分数线的 就是虽然我们是大专学校 但是我们学校来的最后一名的中国学生 都是可以去上本科的 就是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我们的学校 一方面是苏州当然是人节地零 大家可能因为这个城市去选择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学校的专业是很好的 再一方面是我们学校的就业是非常强劲 基本上就是今年大三应该是六月份毕业 基本上往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毕业招聘会 就是学生在这个时候已经都被用人单位 就是一定而空了 就是可以说就是有一些小公司 都抢不到学生的这种状态 当然肯定是有一些专业是比较适合个人发展 比如说我们的陶艺啊 这些比较偏工艺方面的专业 可能有些学生会自己开工作室等等 但是比如说像视觉传达 数字媒体包括室内设计这些专业 基本上在这个大三下学期开学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工作都全部确定下来 就是行业里在苏州的行业内就是有可能 他们就是抱着要我们学校的学生的 都不要其他学校本科学生这么一个态度 去招聘我们的员工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推荐一下 就是我们学校虽然是一个大专层次 但是我们的实力还是很强劲的 包括专业方面和业内的口碑啊等等都是很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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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